炮竹聲響不斷 在空中不停炸開 但仔細一看 轎子上的兩個人 都是女生 相當引人注目 這是台灣東部民間習俗活動 炮炸寒丹爺 農曆一月中旬將舉行初旬炮炸 會有人抬著寒丹爺的竹椅舞轎 一邊搖晃 一邊上街初旬 保佑大家平安發財 邊炮炸的越旺 財運也會越旺 有些民眾可能會為了要看這些活動 而多停留幾天 至少可以造就一些像民宿啊 或是一些美食店 一些商機這樣子 花蓮玉璃舉辦黑虎將軍觀光文化祭 那年初四營財神 不只炮炸黑虎爺消災其福 撞頭戲還有玉璃金雀堂 帶來的炮炸女寒丹爺 看到就覺得很很帥 就是這樣子上去炸他也會 保佑你就對了 對 相較以往都是由男生所負責 今年有兩名女寒丹爺第一次挑戰 也成功抓住大眾目光 上去的時候就很像被東西彈 這樣子而已 可是下來的時候才會覺得超高 另外發源地台東 17號也迎來第一場炮炸 今年不僅只有 不僅是有那個傳統的炸寒丹 我們也引起AR成績式的體驗 光是遶境和炸寒丹就吸引許多民眾 台東每年的元宵節都備受矚目 今年更是結合AR技術創新 期盼可以帶動觀光創造更多旅遊商機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明神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